九字握拍 谢力拍子会动那是一定的 我这么拿球拍 我做完一个充分的内拳动作 这个球拍不可能停在这儿的 它会往我的虎口处靠 出现形变 那这个时候肯定就变成一个 这种状态了 如果你抬起来继续打 你就会发现现在就是拳了 所以你一定要会拿起来怎么样 现在虽然是个像拳头一样的握拍 我挥完了之后变成这样的 我拿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会回复 变成拳头了 哎我又回来了 又变成拳头了 哎我又回来了 明白吗 这个要会回复 其实这个球拍在手里的感觉 你比如说 球拍在我手里啊 什么感觉啊 我感觉我的球拍 随便转 对吧 转完怎么都能落回到这个正确的位置 啊 或者这么转一圈 回来还是这儿 转还是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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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拍这么转了一圈 回来还是这里 你们也可以这么去练练我们的握拍感觉 每次位置都还是这 都是最规范的一个位置 这都这个 那你有这样的感觉在手里的话 那你肯定就不会回复不了 九字握拍没有我全是握拍有力 你说的九字就是这种九字 大拇指头在上面卡着的九字 你大 你发不上力 任何一种握法 发不上力的原因 就是你大拇指在这里卡着 他只要和食指能出现捏住球拍的状态 你记住你的导拍是没有办法把球拍导到虎口的 你看了没有 你这两个指头把球拍给捏住了 你怎么导这个虎口这儿都有缝隙的 也就是说虎口有缝隙你的球拍就离不开掌心 后三指就松不了 你只有虎口不空了 这里紧了 你后三指这里才能有 我能有抓紧后三指的这个空间 你挥过来的时候 如果你食指拇指在这里捏着球拍 虎口空 你在这儿甚至都完成不了一个泄力 大拇指还卡着做不了内旋 所以你会觉得握成拳有力 如果你握的是这种呢 上面是九字 下面就是拳头呢 那你倒拍依然可以很顺利的来到虎口处你的球拍 这就是发力型的半拳式 它和你拳式能打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之所以 你没有闹明白什么叫九字 这就压根就不叫九字 这叫什么 这叫准备姿势的握拍 这都不是发力握拍 这样的一个握拍 十指拇指捏在两个宽边虎口空 这个状态是干什么的 那是方便你转拍了 它是准备反手 正手 过来 也就是来了反手变反手 来了正手变正手的一个握拍 它叫折中 你不能现在拿成发力型的吧 你拿成发力型 来个反手怎么办 是不是很麻烦 你就得在一个折中的位置去做准备 因为你不知道人家会打你的反手 还是打你的正手 能听明白吗 我说了上面是九字 下面保持一个拳式基本上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就是可以发力的 它跟你拳式打下来的发力是一样的 当然你就是非要握拳也可以 对吧 我刚才也讲过了 放入冰箱